我们等会要转桃园选情之前 我还是先请教尚志哥 怎么看待这个身为指挥官 他还是卫福部的高官 左手高端右手国光 不同的疫苗可以这样同时打 这个是毕胜克为了表忠 真的是到了鞠躬尽瘁 我觉得是耍宝 真的是耍宝 我自己因为是流感疫苗的支持者 我每年打流感 不是高端 流感疫苗 所以我在打流感疫苗当中 我已经打非常非常多年 我非常支持 也鼓励大家打好的流感疫苗 我就打流感疫苗之后 一整年连夏天的热感冒都不生病 我个人是这样子 所以我对打流感疫苗 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 在打流感疫苗的部分 它已经非常安全 可是都还要特别注意 之前之后 那么医生都非常交代 因为我几乎每次都每年都去 到高雄医大医院那边去打 我估计在那边打习惯了 所以都是非常要我 要特别注意这个那个 你之前之后都还是要谨慎 你不要掺杂其他的部分疫苗 像我先前有包括朋友的小孩 他要想打流感疫苗 可是他又想打那个 就是那种说子宫颈癌的那个疫苗 他就要错开打 虽然他的安全上其实不同的机制 都是要安全 我唯一能够解释的部分 就是高端等同没有效等同 生理食盐水 所以王必胜去打 根本无所谓 对你把它当食盐水嘛 就这样子打的话 你爱打几个都没有关系嘛 所以我觉得王必胜的这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耍宝 怎么可能在专业的医疗当中 可以左右开工 同时打两个疫苗 我觉得我们在一般在重症当中 有任何当中 你是打什么什么 胰老素什么之类 前前后你都要有所避开 连吃药保健品都要分开 疫苗这种东西 你可以这样打吗 他进血管里头 这个是非常非常错误的示范 而且完全这当中 真的是在我觉得说 完全就是违背医疗专业 跟一个我只能说是耍宝 要不就只是反向证明 高端就等同打生理食盐水 就没有用 你其实最后是验证这一点而已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的部分 王必胜这样子的做法 虽然就像刚刚杨明所提到的 他其实是为了要想办法 帮高端再拉一把 可是只有这些真的没脑筋 只有根本就反效果 而且笑掉大牙 好那你说到耍宝 杖志哥那我问你 接下来这个也是耍宝吗 因为这个文灿 郑云鹏起自这宣布说 台积电这个银奈米厂 会落脚桃园的龙潭 可是而且郑云鹏还说 我做了很多愚公移山的工作 那感觉起来这个护国神山要来啦 可是台积电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就说设厂地点的选择 有诸多考量因素 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而且另外一方面 竹科管理局也说得很明白了 说虽然龙潭园区 没有可以供出租的土地了 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啊 因为总开发面积107公顷 可租出土地面积43公顷 出租率高达了99% 换句话说没地了啦 那现在是怎样搞了半天 八字还没一撇啊 还说台积电落脚桃园龙潭 这个就是选钱 我想民进党每次都在选钱 开空投支票丢利多 已经是他们的习惯了 我觉得现在当然台积电 最于所有当中任何一个县市 如果能够争取到 特别不要说现在不七奈米 一奈米耶 现在台积电最新最新的 先进制程技术的这个场 而且这样的场是更大的 更严格更先进的条件 那么到底桃园有这样的地吗 所以我们当时看到的时候 都很傻眼 因为我先前包括有些台商 过去台商回流的时候 都很希望能够尽可能 特别是他们的产品 如果是基本上走空运的话 都很希望能够就近在桃园 国际市场附近 当时台商回来 包括在问我跟问我周边朋友 在桃园就是根本找不到地 连包括像观音那个地方 有几个园区的部分 根本要不就其实有空地 也都被一些人抓在手上了 根本没有闲置的土地 我真的不知道郑文燦从哪里 或者是县政府手上 还有哪些地可以释出给台积电 而且在台积电当中要知道 它有非常多的配套 半导体厂可不是带一个铁工厂 它要用到特别的电 用到特别的水 它的部分的位置 周边的香江当中的供电的部分 它可是要所谓这种比较粗的 这种大的电缆周边的部分的环保 部分的考虑 比想象中要复杂难度很多 当时台积电当中在南科选地 还要选防震的地方 大家都有印象吧 当时只是高铁 而且距离还挺远的 高铁经过哗啦哗啦过去 会不会有点些微的震动 会影响到整个他们的EDU 包括的最新型的光刻机 那个震动都当时还要评估好久好久 而且台湾自己也评估不了 就我所知 还请国外当中几路的人马 专业来评估一个远远的高铁的震动 你觉得桃园那边的状况 桃园那边还有地层下线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因为先前包括在等等的部分的养殖水 这种所谓那种余温的部分 这都有很多的问题 哇 现在就能够宣布 我觉得它就是选前先丢这个绿多 最后而且一方面好像回过头来 也给台积电施点压力 就你们现在在考虑 我们也跟你谈的七七八八的 我们有展现台湾成立 赶快要点半墙不买单的意味 有点这样在这里头 现在在选前之后 明年岛都会丢出很多 不负责任的这些政策的利多 台积电过来什么意思呢 你看南科就是为台积电 房地产价格涨得死去活来 这波是不是同时又要想把 桃园的房地产也再拉台一下 这完全就是郑文蔡的手法 因为张善政也抨击 他说科学园区目前都还没有办法 取得台积电要用的土地 那将来要落脚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张善政认为说 现在是选举在讲这个事情 用心是什么 另外一样也参选的郑保卿也在讲 他说台积电最后直接打脸说 根本还没有定案 他认为这又是在讲谎话 而且露出马脚了 我们来看到这包括 其实张善政有粉砖就直接 要不是掀出来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 郑克爽说2014年张善政 当时当科技部长 还是他反而是他 协助台积电取得了国防部土地 击败了三星 赢得了苹果大订单 好那我又发现说 今年的选举有一个特色 除了这个满满的回力标 也就是一直在抹红张善政 结果最后变成了中国棚 那还有一个就是每一次出招 反而都像是在展现 张善政的能力有多强 比如说之前打他的宏基的委托案 结果发现产销履历是他弄的 比如说这次的数字亡国 大家才知道说打他这个直董 说这数字亡国的背后有解放军背景 结果才发现说 哇这数字亡国在国际上 在好莱坞有多厉害 台湾之光 小欣 我觉得这个善政很厉害 但善政不说 我们一直看到这么多的这个测翼啊 民进党啊 在攻击他以后才知道说 哇真的是一个人才 当然我们本来就知道他做行政院长 他是有料的人 可是他后来就是回去自己务农之后 大家就慢慢的淡忘了这一段嘛 那他到底有多有料 竟然是在民进党不断攻击他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尤其是像那个数字亡国 我觉得这个是能够吸引到年轻学民的 因为比方说最近有一部电影 才正在上档叫黑亚当嘛 那不然你民进党都不要去看好了 你民进党的支持者 你都是说那个是共产党在经营的吗 你把整个好莱坞都打成共产党 这样对吗 不对吧 所以他会觉得说 数字亡国这一家公司 那算是等于说那种程度的台湾之光 虽然他是一个外资 可是里面有一些是台湾人 非常优秀的年轻人 那在这边 然后呢也找了张善政一起来 代表说他在产观学上面的经验 是丰富的 而且他能够跟年轻人 还有跟新的科技 新的像是这种电脑动画科技 等等的去一起去共识 那如果说未来桃园 也能够把这样子的感觉带进来的话 是不是对桃园整体的就业啊 未来的发展啊 国际的接轨啊 都是能够有帮助的呢 所以我觉得原本 张善政他讲的所谓的科技 好像只是嘴巴上说说的 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实际的成绩 所以很多年轻人可能会不太相信 或者觉得说 啊反正就是国民党的不想投 可是反而被攻了之后 大家才发现说 哇这真的有料 这个骗不了人 那你包括铁拉尼号啊 明天过后啊 然后变形金刚 原来这些特效都是这家公司 然后竟然他们还找了张善政 代表张善政的能力是备受国际肯定的 对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在桃园担任市长 你就会觉得义务界板 他你有那个格局跟这个样子 那他就被凸显出来了 所以今年的选举非常有趣喔 除了你自己要努力之外 你最好呢还可以得到对手的朱队友 比如说呢 时代力量跑去供这个数字王国 然后他们去搞这个台积电 然后呢高宏安那边有资策会 然后呢还有蒋万安这边有周玉寇 就是这些对手的朱队友 反而把我们这边呢 去撑起了一片天 不过讲到这个护国神山的这个部分 现在他们要拼命卖护国神山嘛 那这个桃园市民王浩宇 就说他时常遇到韵鹏跟宝青 宝青不管是致辞聊天 又也在说自己做了多少事 过去有多厉害 而韵鹏呢 当你知道他做了哪些事实 他已经把事情做完了 所以是怎样 杨明这个台积电是已经要来了 是不是 是已经定案了是不是 没有钱看的没有嘛 其实我想这个 我们从几个面向来看 你从在地争取这个 不管哪一种的这个高科技业者 或什么进驻 对于这个就业机会来讲 对于桃园的能见度都是好事 那所以我说以一个在地居民来讲 大家都会乐见说台积电来了 我们龙潭这边又会有更多的人进住 那进住怎么样呢 房子又会卖啦 或怎么样 会有带动一些这个新的产业 或什么经济等等的 但重点是哦 这个这个这个讯息 第一个什么叫一奈米 请问全球现在有没有一奈米的半导体的这个产业在量产 没有嘛 它是一个未来式 有点像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那个汽车会有所谓的概念车 它是一个未来式是我们未来要突破的技术的一个瓶颈 那台积电当然我觉得它会规划 因为都是这样的所有的产业都会规划一个 我下一个世代我要即将要再往哪一个方向去突破 而龙潭刚刚你也讲到了 现在的足科管理局在龙潭园区有没有土地也没有 那现在他们要推动的是三期 要推动一个第三期的就是龙潭科学园区的第三期的工程 而这个工程有没有通过还没有 好所以你要台积电落脚龙潭前提是龙潭第三期要先 包括环平啊包括相关的你都要先做完啊 这个政府相关的力道要先做 所以某种程度我觉得郑文燦跟郑运鹏 当然你说他们有没有争取 这个你知道很多媒体就说啊内幕就他们两个推手啊 怎么样怎么样 郑文燦一定有啦 这个肯定的一定会有 那因为目前你知道全台湾各个县市场都在招商 南科高雄 那个陈其迈就是已经把大量的竹科的这些厂商往南移了 而后来他们南移之后发现一些问题嘛 比如说水的问题电的问题 后来发现北部竹科还是有他的优势 比如说包括十门水库水比较不会有问题等等的 好所以呢他们现在哎 还在回流到这个龙潭园区就有他的一个一个 你说他的这个这个叫区位的优势 可是这是一个未来市 就我就举一个高雄台积电去规划了两个厂区 结果呢去年本来这个那时候陈其迈敲锣打鼓说啊 欢迎台积电然后呢土地开整地啊 然后准备要动工啦 结果呢今年台积电的法作会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先盖一座 而且呢是盖那个比较现在已经全球量长28奈米的那一座 那那个7奈米的暂缓 所以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这有可能是一个超前部署有可能是一个争取 比如说选前的利多 但是如果按照你知道现在那个那个科学园区那边的说法 有可能这个这个台积电落脚如果真的落脚在龙台 可能2027年才进驻 对嘛就是张善政说好几年以后的事了 那是未来事嘛 可是呢你郑运鹏这一任 就是说现在现在选的这一任桃源市长 是任期到2026年底 那有可能你就算选事上 你不一定看得到他完工你知道 不一定看得到他量产啊 当然如果今天你真的有争取 哎呦这是大功一件 但是不要变成积节翻版 还记得吗 林佑昌的基隆捷域 从2014年提出来 到2018年他们说我们要动工了 行政院已经核定了 结果呢到2021年又核定一次了 然后现在我们都还看不到 而且呢现在核定版本 还不会进基隆市区 直到八度 对啊所以 你这就是你知道 选举的支票最可怕的就是这种 就是我先丢一个说 很大很好的愿景 结果呢这个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越随着我的任期快要结束 他的这个实现的这个机会就越来越低 到最后我跳票又怎样 不然你要怎么 我拴到 不然你要怎么 如果是这样的文化 那就不好 所以我说台积电 当然他本身你看他讲的 其实是蛮保守的 对 他说不排除任何可能嘛 为什么 因为这是未来的事 但是民进党很急着 要把这样的讯息告诉大家 我们有在做啊 我们你看我们争取到了 我换一个角度去讲 如果今天是一个 外商外资来到台湾投资 然后呢 你就说民进党政府要拿这个 来当他的这个这个政绩 我觉得OK 不要忘记台积电是我们自己的企业 台积电想不想要在台湾有一个 有大的土地 有大的这个国家的资源去支持 但是他盖新厂当然希望啊 我们的政府会阻挡吗 也不会啊 可是有几个问题要克服啊 环平 现在所有半导体产业就是环境 你有没有办法克服环平这一块 所以未来科学园区的难题 更不要讲所谓的能源依赖的问题 2025年以后没有了核能 到时候半导体产业 会不会又有一波出走潮 还有有得看啦 所以现在讲 当然就是为了选举的利多 但未来会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看能实现多少 好为了选举呢 除了拼命呢 释出利多之外 同时也在 无所不用其极打击对手 那他们这次打的当然就是 因为韩国瑜帮张善政站台 两个人同台 那没有错啊 过去就是政府总统搭档嘛 所以互动频频啊 双方看起来这个交情很不错 那郑英鹏打这个东西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韩国瑜部分 他说他们一搭一唱 让人担心韩国瑜团队 或班师回潮啊 担心张善政是不是会循 韩国瑜的模式来治理桃园 一有所指好像是说 指贪腐是不是 那张善政说 这个连结很勉强 郑文燦任内好几个高官贪污 那是不是说郑英鹏当选之后 继续用这些人呢 至少在郑文燦任内三位高官 涉贪被起诉 那包括了好几位 我们看到了朱松伟 那郑义雄王允臣 都因为涉贪下台了 只是我觉得打这个有道理吗 因为不管是韩国瑜也好 或是张善政也好 他们在过去有什么样的贪腐 贪污记录吗 没有啊 那硬是这样连结不是很怪吗 那这里头他就是到 选前其实是这样子了 那最后还能够丢什么 骯髒东西就丢 那么对于团队的 执政团队的印象 我想包括从郑文燦的角度 其实你当中 执政团队里头出了那些贪污的 特别被判刑的部分 都是非常不光彩的 那大家一定要把这个 大家来讲一下 我想其实包括周英鹏在讲韩国瑜 他当然还是想抓一些 无论包括在国民党内 或者包括中间选民里头 确实是当然韩粉是非常强烈的 可是现在当中 对韩国瑜虽然已经成绩这么久 对韩国瑜当中 其实还是有负面的 这个印象的还是有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 如果去放大这里头 是不是可以赶走一些 所谓中间选民当中 所谓的 或那么不喜欢韩国瑜 这种大家这种移情作用 移情作用有可能就是 跟一些厉害的人借光 那么特别你特别欣赏这个A 然后你把它导引到 专场之后 专场之后 另外就是你讨厌谁 跟另外一个人借他的光 然后赶走一些人 我想在选举的后半段里头 一定会有更多 这样子的讨论会出现 我想其实现在在桃源的部分 的选情跟新竹 可能是下个小时会谈的一样 我们这边呢为您介绍 第二个小时 跟我们一起讨论的节目来宾 那么首先邀请到的是 时事评论员朱凯翔 你还好吗 不及时的介绍 大家午安 还好吗 还好 是不是 前立法委员蔡正元委员好 前委好 大家好 以及前立法委员林玉芳 大家好 好 我们看到呢 这个行政奖 苏文昌的小女儿 苏巧慧 苏巧纯 不好意思 苏巧纯 他在2020年的时候 当时就已经宣布 说在苏文昌担任格魁任内 他不会投标任何长级的政府标案 那其实日前就已经被掀出没有啊 他还是用戒牌 或者是用白手套的方式呢 取得了桃园市府 2495万的总图 桃园总图 互动多媒体的标案 好 那因为他这个是私下另外转包的 那这个部分呢 行政院发言人罗炳成表示呢 苏巧纯的23设计公司 在两年多前就已经把话说很清楚了 说只要他的爸爸 苏文昌在当行政院长任内 就不会投标政府的标案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违背承诺哦 所以呢 他签约的合作对象 这是民间厂商 不是工部门 不应该混为一谈 好我想说除了这个案子之外呢 不止这个耶 还有像是 包括苏巧纯曾经在孙昌上任格魁的同一天 拿下的是科学教育馆1049万的标案 那当时科教馆说 招标时不知道负责人是苏巧纯 好但是绝标金额只被杀价了3570元 我不知道是不是看在苏文昌的面子上 好那回过头了 那这个罗炳成说苏巧纯没有违反当初的承诺 因为这是民间公司不是政府标案 那换句话说他用戒牌的方式 戒牌方式就可以去投标就不算吗 台湘 我觉得这也不叫 也不能说是戒牌啦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你要这个行政院他现在跟你玩文字游戏 那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摊开来 大家民众可以自己接受公平嘛 当时苏巧纯就是被质疑说 这个老爸当行政院长 然后呢这个女儿去接政府的公标案 于是苏巧纯就自己在脸书上面发了一个 发了一个声明 还找他这个团队的这个一起合照 拍了一个非常文青的这样照片 然后发了一个声明说 只要苏貞昌在行政院长任内 他就绝对不会去接任何政府的公标案 这是他讲的 他的承诺 当时其实罗世强质疑这件事情嘛 质疑说这个去接这个爸爸当当院长 女儿接标案这件事情合理吗 那没有人逼他说你必须要做这样的承诺 也没有人逼他说你不能接政府的标案 是苏巧纯主动自己在脸书上面 然后呢就是写了这篇声明 这是你自己的承诺没有人逼你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法律上面会要求你这么做 你自己的承诺 结果呢 结果现在回来就被发现说 他接了这个桃园市总图的这样子的多媒体 不是什么硬体建设 是里面多媒体 因为现在很多图书馆都游行 做这个多媒体的展示馆嘛之类 这样子的 有点硬体啦 但是主要是偏软体的技术类这样子的这个案子 那问题就是来第一个 民众可以接受说 我没有接政府公标案 但是呢 我是别人接了公标案之后发包给我嘛 大家可以接受吗 大家可以接受这样子文字游戏 对啊我没有自己接啊 是人家接了之后再发包给我啊 那民众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这有可受公平啊 你当初自己的承诺 苏文昌在院长任内 那苏文昌现在还在 是不是在院长任内 是 然后呢你当时的承诺是包括各级政府 那桃园市政府这个就算不是中央 他也是他也是直下市政府 那那当然也在这个承诺之内 没有人逼你自己承诺了 然后你现在是说 我不是直接去投标的那个人 而我是分包之后去承包 二包的这样子的一个厂商 那民众就自己自己公平嘛 更何况现在此时此刻 我觉得一个让人家不能接受 是桃园总图原本要开幕了 结果开幕之前就传出有诸多这个瑕疵 然后现在要延后开幕 那以后开幕可能怕选前 又出现这个桃园羽球馆 或是新竹报表场的悲剧 让这个郑英鹏的选情雪上加霜 于是就延后开幕 那这样子一个工程品质 显然出现问题了 他至少无法如期开幕 然后其中又有这样子的一个 政治上面的这样子的争议 那我觉得 我其实我不晓得 苏巧成本人没什么好评论的 因为他毕竟他也没有竞选公职 我只是觉得说 大家应该仔细去检讨 去思考一下 在桃园市 在整个民进党执政之下 像这种的裙带关系 然后被抓到之后 还要跟你玩文字游戏 还要跟你强词夺理的态度 在这样桃园 特别是桃园这个地方 桃园这个地方最近被爆出 多少公共工程的瑕疵 然后桃园这个 其实我还可以讲个题外话 就是之前另外 牛许廷议员 他其实一直在追另外一个 桃园的大型的活动 叫做士克伯 然后我就听他讲过好多次 士克伯里面呢 关于这种什么行销啊 然后呢 都是捅包给某一家公司 然后这家公司 跟民进党的关系 也是匪浅的 所以桃园这种事情 也是很常见的 那有没有可能呢 合理的怀疑 当时这家公司得标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要包给苏小纯了 又或者是包给苏小纯 是他得标的条件之一呢 这种水很深的地方 只有政党轮替 才能有机会水落石出 不过因为很多人两相对照啦 就会想到在这个 08年前 前总统马英九 盛选之后呢 他的另一半周美清女士呢 就主动请辞了 兆丰银行法务处长 他就是要避免瓜田里下嘛 可是反观民党上台之后 太多了 就是完全吃相难看 他们也无所谓耶 委员 相对的马英九 真的是笨的可怜啦 他的老婆周美清 不但要持续赵丰银行法务长的职务 赵丰银行是一个民营的金控公司 你知道那个职务每一年的薪水多少吗 比他当总统还要多很多 很多人可能不晓得 金控公司这几年是大发的 但是马英九为了要实践他的承诺 就让他的太太 就辞掉了赵丰金控这种高级干部的职务 还在比一个例子 马英九的姐姐 马以南更倒霉 他的弟弟当着总统以后 他不能够在民间公司的中国医药公司 去继续担任他的研发处长的职务 那个也是非常高薪的一个职务 然后他的姐夫也要被迫辞职 不能因为那个有些 他原来服务担任 有一些跟公家的生意来往 但他也不是股东 他也是吃头鹿的 但就不打紧 这个中国医药公司 因为全台湾大概 所有这种什么感冒药 什么里里哭哭的药品 大概都他生产或者他销售的 结果台北市政府所底下的一些联衣 就是什么人耐医院中心医院 统一采购的时候 难免都会采购到中国医药公司的 结果就被法院判定什么 这个中国医药公司违反什么采购法 要赔一亿多 那中国医药公司晕倒了 我数十年来都是这样卖 怎么会突然间我底下来研发处长 只是因为马英九的亲戚 我就违反了采购法 但没办法 马英九照常开罚 一点通融都没有 所以当马英九的亲戚跟朋友 是有过可怜 但相对的 当民进党的政要的亲戚 亲属朋友 是游戏戏 利有有的游戏戏 游戏戏 哪里叫游戏戏 暂节不说 这个苏贞昌的女儿 其实苏贞昌女儿做生意 公开透明就好 比如说我品质别人就好 那我要公平竞争 那投票程序 一切合法 也合规定 也没有什么好瑕疵 你去包生意 我们有什么话讲 难道说苏贞昌当行政院长 他的儿女就不能吃头鹿吗 而且你说这种软体的东西 这个见仁见智 那你说公家也有需要 他如果他女儿经营的 真的很好 都欧美没话讲 对不对 可是他就心心作态 先走 哎哟 我就不做政府的生意 那好 我们就觉得 这个可能是苏贞昌 对他儿女管束很严格 比照马英九的标准 没想到不但没有比照 他有很多漏洞 这漏洞是什么 他自己公开的 不能明目张胆去标 他可以找白手套去标 标了以后过一手 还是他在弄 所以张慧蓝觉得 反而觉得 你在干什么 一定前面有见不得的 后面才用这种方式来遮掩 这是第一个他怀疑 第二个 最近台北市在报了一个案子 台北市柯文哲的案子 这个是在谁 在黄山山时代发生的 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有一个公司去承攬地下街的商业行为 结果因为违背契约 就没有继续了 结果再回来标的时候 他找他子公司来标 我老天哪 如果这样可以的 那你那个违约要干嘛用 好了 被台北市柯英小卫给揭发了 所以黄山山跟柯文哲灰头突脸 他们只能说 我不想到 没想到这家公司是那家公司的子公司 用一句俗啊 你死人啊 你不会查是吧 对于 招标厂商的身份跟背后的身份 去做一个清查 找政风大量怎么大量去 这本来就是一个市政府 一个市长副市长该做的事嘛 怎么糊涂到这种地步呢 那一样道理啊 你苏贞昌的女儿 用这种方式去拿 就让人家怀疑说 你一定靠裙带关系去拿生意 那如果靠裙带关系拿生意 我觉得不管在哪一个社会里面 都不会被接受的 这是大家要认知的 这已经不是什么 什么民族专制啊 这基本上是一个国际上的 大家的共同的规范 就是你从政有权利的人 那你的儿女就不要想用你的权利 去做生意嘛 所以如果今天 那个苏贞昌的女儿 效法郑映鹏 跑去中国大陆去签约 做那个什么四大关股公司 我们也没有意见 或者苏贞昌的女儿 跑到厦门大学 像郑映鹏一样去交书 拿人民币 我们也没有意见 但是你不要装这清纯嘛 这样就反而不好 不过呢 我们接下来来看到 这个是新竹 新竹的选情呢 突然觉得起了剧烈的变化 感觉怎么扑朔迷离 原本我们都觉得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把大事底定了吧 可是没有想到一份民调 我不知道是不是揭露了 现在才是活生生的现实状况 还是说这份民调的出现 它反而会成了某种程度的催化剂 造成这个选情上的质变 也就是的中广的盖洛普民调 做出来是民进党的 沈慧弘和民众党的高宏安 两个居然都是25.96% 是打成了平手 那当然这份民调一出来 是眼镜碎满地 包括赵朗康先生自己也吓到了 大家说目前居士看来 沈慧弘后市看长 国民党必须要开始考虑要不要让沈当选 还是要稳住基本盘的政治考量 必须要做出痛苦的抉择 所以他就直接点名赵朗康先生说 所以我最早的时候就说 你新竹市和台北市要不要交换 否则有可能就变成两败俱伤 所以我请教一方委员 那现在赵朗康先生抛出了这个 竹市北市交换论 也就是要弃保 弃林保高吗 主持人都把最难的题目 丢给我 丢给你来讲到弃林 对我心里真的有点 我不是故意的 国民党 任何的党政党 你大概没有办法去说 弃谁保谁 尤其是你的人可能被弃的时候 更不可能这样讲 所以我觉得 这个赵康先生的这样一个看法 大家国民党采行的可能性是会很低 任何政党都会很低 因为这样子的话 变成为什么 那你下次你可能提名要找 某些地方比较艰困的地方 你要找人选择变得很难 那但是实质上 实质上大家就百姓 尤其那个比较政党的取向 比较没有那么清楚 那么浓的这样的一个选民 他们就会决定 就是说我如果非常不喜欢一个人的话 一个候选的话 那我宁可去选一个 让一个虽然不是我同党 但是我还是可以勉强接受人 去支持他 因为我的人不会当选 有可能会这样 但是对真正非常支持某一个政党 比如支持国民党人 他绝对就会支持林庚人 因为他觉得说 我好歹就是输也不输得太难看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气宝都不容易 台北市也不容易 台北市你说要气宝 这个气宝如果气得太干净的时候 你那个政党的党主席脸上无光 那个政党的声望会重挫 所以我这边要讲就 民众党跟这个民进党 你们要去玩气宝都玩不起来 因为除非你这个政党 站出来讲 所以我决定这样做 这有没有违反选爸爸我就不晓得了 所以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那但新竹这个地方 你最终还是要看仇恨子 就多数选民最讨厌哪一个党 那那个党的候选人 我再怎么样 我之前没有办法当选 那我一定要把我仇恨子 我最不喜欢那个人把它拉下来 那他的票就要转移 那现在选举还几乎还有三个多礼拜 所以还有很多事情在发展 我们不晓得 但赵康当然他是站在一个大战略的格局去看 就觉得民进党实在不应该再让他执政 要把他拉下来 那如果要把他拉下来的话 这次的地方选举 全国籍地方选举 就是下一次总统大学的前召战 前召战要把他打赢 所以他如果大战略观点去看 他个人的看法 我再讲一遍 国民党接受可能性不高 所以接受这个 你就要去面对你的政党本身的 来自你政党的指责 所以不太容易起爆 那我补问一下预防委员 那你怎么看这沈慧宏这份民调突然抖升 一下子瞬间拉抬起来 尤其在年轻人那一块 他赢过高宏安 我昨天看到大概赢过13个百分点 然后这份民调跟上个月 中广所做的也是沈慧宏一下子 8%就这样上去了 我认为民进党在政治 大概发了很大力气 对高宏安下手 去对他进行负面的选举 第二个他应该有很多资源 在运用 非常多的资源 我想这个不需要讲得很清楚 因为他们有这么多资源 而且他们很会选举 他们知道怎么应用这些资源 那因为这个选 这个选区人口并不多 对 这里的选区人口这样子 大概是不到 差不多30万人左右 是不是 那所以是比较容易去 这个怎么讲 manipulate 就很容易 比较容易去操控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资源 好好用它 用得非常的有效力的话 是有可能会 会有很大影响 但是我再说一次 就是说 现在你选举还三四个礼拜 所以看不出来 不过他们对高宏安下手 是下的是很重 那下了很重的结果 如果只是这样子 后续没有了 那我认为有些中间选民 支持高宏安的那个力量 力道 或者支持领更人的力道 又会再往上走 因为毕竟执政党要背负的 这样的一个包袱是比较重的 不是这个地方的经营而已 中央的 譬如说像疫苗的问题 我觉得全台湾的民进党的 县市长 包括议员的候选人 他们都被疫苗这个问题 打得头脑脑的 所以整个新竹 我觉得是一个蛮热闹的地方 还值得去看 但是林更人可能他的战术 也要做某种程度修正 因为你现在去猛攻 猛打高宏安的话 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战略 也未必 因为高宏安跟林更人之间的 就是说选民的仇恨者的对象 仇恨的对象 是比较是集中在 这个现在民进党的候选人身上 所以你现在去攻击了高宏安 那那个同质性的人 未必票会进到你这一台 我觉得他还是要去证明 他是有能力打倒民进党的候选人 他要抢回这个光彩的方法 一个是打自己打高宏安 一个是打民进党候选人 我认为他的选择 应该攻击民进党候选人 这样子支持 你跟高宏安同质性 比较多的那些观众 那些选民才比较可能投给你 那你现在是攻击高宏安 高宏安支持者可能会 因此对你会有很多反感 那那个票要过来 我认为是很难的 因为林庚人真的是在猛烘高宏安 说他谎话连篇 那说疑似用男友当 男友是助理 然后挂人头涉嫌 诈领助理费 那这个部分高宏安有出来 开记者会澄清否认 不过说到林庚人的这一招 当然很多的塔利班 侧翼也都开始在捧林庚人 甚至帮他做梗图 不断的这样广发 那当然就是有政治目的的 那另外一方面 打高宏安打最凶 当然就是柯建民老柯了 那尤其呢 发现说 现在有点在喊出气宝 是不是有点戳中老柯死穴 所以他现在也是气急败坏 柯建民说 如果逐次选举操作气宝 就是白痴兰 凸显身兰 还有本土兰的大内斗 让2004总统局 拉开序幕 但林庚人和朱立伦 是最难堪也最难为 新竹的林庚人要被放生了吗 大新闻大爆卦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卦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 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 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宝器 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